昨天7月1号真的有很多MOD的观众朋友觉得很纳闷 因为电视一打开好奇怪 好多频道都看不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查之下 这中华电信疑似是无视于MOD的观众权益还有合约的精神 他们无预警的自行来断讯 事后才以跑马字幕的方式来通知 这样形同是以非常粗糙还有初爆的手法来对待用户和频道手 许多MOD用户在星期六一早打开电视 发现许多平常喜爱的频道在一夜之间统统不见了 想要知道怎么回事查看异动公告竟然是黑画面一片 打给客服要问个究竟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现在客服人员全部盲线中请您稍后我们将尽快为您服务 电视不能看电话也打不通 一查才发现中华电信擅自将48个频道移除豪华套餐内 无预警又粗暴行为不但罔顾消费者权益 也等于在霸凌长期合作的频道供应商 中华电信不但私自违反合约精神更无视NCC法令规定 无预警片面断讯随后才以跑马字幕通知观众 严重影响用户的收视权益中华电信身为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的国营事业 不应该不允许也不需要 以傲慢姿态粗暴手法形同垄断媒体的巨兽来对待百万用户观众跟频道商 虽然目前频道商仍积极努力与中华电信协调当中 但已有网上意见几乎政府跟主管单位应该尽快出手展现态度 莫让MOD观众权益社会正义跟商业秩序最后落得三方皆输的局面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